他被网友称为现代鲁班,他能用木头和竹杆做出双人墨房,自动压水机,水力转动了水车,甚至还能做出富有创意的联动木头人。 他名叫黄彩辉,出生于广东清远连州的小山村,今年33岁,2013年前在深圳打工,后来身患尿毒症,由于每周需要两三次的凑息,所以他只好回到农村发展。 由于不能干重活,所以他也靠送些果树来维持生计,没事的时候,他爱摆弄一些小玩意,刚开始他用竹节做的鬼推磨,没想到视频发到网上,就引来了许多网友的围观,后来他就用竹节做出小人脚踩连杆倒米旧,自动压水器等各种新奇的玩具,随着视频热度的提升,他开始尝试着用木头和竹节结合,做出双人墨房,水力旋转咕噜, 特别是他花半个月时间做出的联动木头人,倒行奇特,一键启动后,这些小人精们开始各思其职,井然有序地忙碌起来,俨然一副安居乐业的生活画面,好多网友看后都是不住地点赞叫好,有的网友说设计得太有趣了,真是高手在民间,牛人在直播间,还有的网友直接要下订单购买他的产品,后来他把设计制作的过程编程教程发到网上进行售卖, 截止目前,他靠在网上卖课,售卖产品,以及视频流量的收入就能帮他减轻许多的经济负担